打造新北市成为节能减碳的低碳城市 市长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要在超前 2023年要成为完全不用煤炭的无煤城市 但是提到了最近全台频频跳电 他表示了国家能源要转型 但更应该要顾及民生用电更加的务实 出席节能减碳说明会 市长侯友宜说 面对全球极端气候 新北市作为台湾第一大城市 永续发展目标前提下 能源问题不能回避 要务实面对 电视人民必须停 没有一个人不能不用煤 但是又不能不考虑 我们在国家的配比上 让台湾不管在产业不缺电 在民生用电更不能停电 所以在这段时间 政府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包括我们以前的核电比要降下来 还改成绿电 或是改成另外的一个电力来支援 转化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政府这样一个政策下来 区域调降得很高 我们的备载容易其实 尤其在这几天的大厅大热天之下 备载容易是大幅下降 放眼街头马路 燃油车辆比比皆是 要做到提前达到减碳 领先全台达三层的目标 市长侯友宜他说 电动车提高使用比例是关键 尤其公寓大厦真摄充电设备 成为友善的电动车城市 是当务之急 所以新北社府派在2023就会变成 明年就会变成一个预美的城市 这也是我们不上来一直在推的 那2030要减碳30% 政府跟以前是20% 我们自己把它减碳30% 那2050要达到全世界的标准 我们国家要接轨 所以2050净零碳的排放就要实施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汽车 就慢慢的我们要改成一个电动车 大众运输也要改成电动车 完善电动车的配套设备和规范 新北市从今年的3月1号开始 社区新领建造时 必须要按车位数预留电动车的管线 加速低碳城市达标 但是从国家整体能源转型着眼 市长侯友宜仍旧期盼 务实的做法才能够避免民生用电受限